飛獅喔 我有一個角色的屌打飛獅的 就是這個 雞掰的卡瑪 哈哈哈哈 給你們看對話很鬥 你們別搞我 我C 好 不然聖杯 我上 世界二十五了 傻 他是台服第一熊 自稱台服第一的熊 我們看他表演 這把他C 這個歌真的有點 這樣唱真的有點那個 雷哥估計會一直跳啊 他會一直jumpjump啊 蹦 嘿嘿嘿 呦 給他一個讚 雞掰 哈哈哈哈 夠雞掰吧 給他一個讚 這個喵格爾是不是有點可愛啊 呦 抽錢 一百塊 水啦 哈哈哈哈 還真的躲在裡面呢 嗯 我靠邊站啊 怎麼樣 噢 會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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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鳥 他真的會鳥 我還沒回過家欸 我還沒回過家 他都被我暴打了 我回過家還得了 嗚 啊 估計現在回家 要死應該是有點困難 白癡喔 我在撥哥在那邊亂我 我在撥哥 撲啊 雄王欸 哇 哇 熊熊開回 給他一點稱讚 他這樣會很爽 我們要照顧隊友的心情 一個正常的人呢 當他希望被你稱讚的時候 你就要稱讚他 雖然我們這樣子有點 不知道怎麼樣就是 當我今天是覺得這個人好像在討拍 他需要我的稱讚 我就會稱讚他 怎麼又在講笑話了 不要再講笑話了 說個笑話 你這句多高 安 安 唉呀 滿裝欸 買不起粉炎了 不過是不需要啦 沒有粉炎應該也不會死 那個貓叫 那個貓叫是 是喵格爾啊 他是喵格爾Skin啊 所以他就會喵 你們沒有用過這個Skin嗎 喵格爾 喵 透錢 透錢 無限透錢 喵格爾 海大 掰掰 瘋狂破塔皮 很多人說要玩卡馬覺得不強 我跟你講 卡馬是一個前期最強的角色 所以你玩卡馬呢 你一定要拿到一堆經濟優勢 不然你就很爛 你的經濟如果跟別人一樣你就很爛 你一定要靠你的優勢 你去破塔皮啊 你去點他偷錢啊什麼的 你如果能玩得這麼擊掰 你的卡馬就會搶 吃兵就點他Q他一下 被塔塔就盾一下 點個偷錢 五塊 我沒有附魔之袋啊 所以我們魔可以一直燒 不過他會沒魔 看看我彈幾下塔 我直接全程坦著他 一般都是熊熊在坦的 但是我們卡馬呢 如果大夫就是我自己全程坦他 不用Jungo坦 這兩個人這輩子都殺不死我 這個飛斯也不用殺我了 他們全部人都不用殺我了 我們現在13分鐘掏出了兩件裝 這些人 除非三個人一起搶劫我 不然我是不可能會死 我就是搶來的 怎麼樣 嗚~~不會疼 請我吃魚 我想吃魚 我想吃魚 好想吃魚喔 我們一路從上路貫通到中下 這邊可能要幫一下 視野布一下 雷哥 九筒在這 不理他 沒用 他們不想打我 他們打不是我的 他們打不是我的 進場 哈哈哈哈 九筒還想QP啊 阿 喵哥只能在上路一直連塔 然後我們就開始摧殘他們的別路 喔 喔 BAN 阿全線炸裂 喵哥還在上 給他吧給他吧 他給他啦 我不要TP了給他吧 這個再TP 這真的太慘了 果然是捏貓 我這捏貓台是不是 把這個喵哥捏得不要不要 畢竟他是貓嘛 他是貓系的 貓都是要被我捏是吧 這種卡馬怕什麼 其實這種卡馬沒有特別強 你們可以去OP繼續看 卡馬上路的勝率才49% 我以為他很OP 但結果真的沒有 是他很符合我的個性 第一個很吉白 第二個被gain又不會死 他有隊友他有隊友他有隊友 沒關係你們來 你們打不贏我的 你們真的打不死我的 你們不可能打死我的 不是啊 他真的不可能打死我的 我看那個裝備 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會死了 他們還是願意要打 代表說他們可能經驗不夠 沒有遇過 沒有遇過我如此 擊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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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過 實誠就是得上課 所以我們現在 上課開始 上課開始 幫 幫 我上課了 幫 我要下課了 我趕快走 我要下課了 我不要下課 我來領我的層數了 我們的疊數要領起來了 安 安 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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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就很會跳 他不就很會跳 嘿嘿 還敢往前啊 16層16層 他剛剛那個操作也是要玩一百場才有 小餅乾的這個操作 拆機 拆機 死去囉 拆機 死去囉 肉的一筆啊 傷害 來 嗚 點你 欸 偉刀 求你別殺我 謝謝 25層疊出 以為我在虐菜 實際上是公司場啊 唉 抱歉啊 通常這種卡馬肯定傷害是最高的啊 卡馬就強在這 我們可以喊兵霸權 加上振奮 一身肉 然後還可以傷害最高 怎麼才加13分 加好少啊 你這計幾分 現在400多分而已啦 有點低啦 抱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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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